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你哥哥我的大喜日子 你快走吧 别在这里捣乱 小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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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 小尔 我 我没有地方去了 所以来找你 进来坐着说吧 慢点吃 别噎着了 我已经两三天没吃饭了 好饿啊 怎么会呢 夫人过来我把小姐给放走了 所以惩罚我 她这么做 不是诚心要饿死你吗 只要小姐没有事 挨什么口我都愿意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 我今天上街碰见了贵祥的银青花轿 抬的是你家二小姐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大小姐 大小姐跑了 老爷又出了事 夫人又不想把这门青石给撇了 所以把二小姐给代驾了过去 那就是歪辣子配上了乌眼鸡 有得瞧了 小语 少年晚辈不可善恋 二娘好歹也是你的掌上 是 娘 夫人 以前我家小姐 就不止一次提过夫人您 说您做人仁慈宽厚 从不怨恨人 今日一见果然不假 哪里 你家小姐太夸奖了 人子之道需少 人母之责需尽 这不过是做人的本分罢了 说是本分 可是有好多人都忘了 世道混沌 浮云 不会永远避白日的 您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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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 不知道小姐现在怎么样了 接个气你就睡我的房间 那你呢 我睡柴房 那怎么可以 还是我睡柴房好了 那岂是待客之道 不 小语哥 我来占了你的房间 要害得你睡柴房 不行 还是我去睡柴房 别抢 别抢了 好了 哪有让姑娘家睡柴房的道理 你自然去睡柴房 真有可扮演 我来自然去睡柴房 都没睡過 你自然去睡柴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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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我在餐厂府比在这儿起得更早呢 我都已经习惯了 娘呢 她还在房里睡呢 箱儿 自从你来了 娘就可以睡晚一点 真不知道该怎么样感激你呢 说这些 不是说好了不要这么见外的吗 是啊 哪来的鸡蛋呢 当然是院子里面老母鸡生的 不会吧 那只母鸡很久没下蛋了 不会吧 我是在鸡笼子里头捡的 真的 嗯 沙儿 你真的是尊活财神呢 你来了 连不下蛋的母鸡都爆蛋了 今天的生意一定好 我得早点出门 老师 小哥 你还没有吃早餐呢 你自己吃吧 哦 ệt